第六届以台经济联席会议 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举行 台湾代表团由中华民国国际经济合作协会 筹组30人参加 与以色列出口协会签订合作备忘录 台语商会也在会中介绍台湾投资环境 期许双方开拓更多经贸合作机会 这次整个团阅我们有超过30个人 超过20个公司或是机构单位 到目前为止算是第一天 我们早上跟下午的会议 我们都觉得有很大的成果 我们非常的开心 联席会议结束后 台语代表立刻邀请当地厂商 参与商机梅合会 场面热络 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技术 吸引外国投资客进驻 台湾电子产业去年也选在 以色列成立分公司 就是看重以色列的研发实力 目前台语两国每年约有 16.5亿美元的贸易额 约合新台币500亿元 以色列可说是台湾 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 是美国的台湾的一年约800多万美国, 而我们从台湾的一年约850多万美国 所以我们听到台湾的传统与社交易公司, 在新市场上升 新市场上升 新市场上升 市场上升 市场上升 相隔三年 台湾代表团再度前往以色列展开交流合作 领队陈建信表示 此行对以色列市场有更多认识 与以色列商界互动也更为热络 相当看好台一两国未来的急忙发展